你不是说话吗 跟我们说法 徐玉给我们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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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冷静一点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让孩子们受苦是我失职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积极赔偿 好吗 什么叫尽力能力啊 你要说没有尽力能力 是不是还就两三个钱 把我们打发了 就 别想护能我们 对 孩子被折腾成这样 我们是不会三八干修的 顾小薇 这次你要赔偿不到位 我们到法院告进去 就是 你必须跟我们说法 一定要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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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冲动 别冲动 大家听我说句话行吗 我家萱萱 也上途下泄遭了罪 别软塌塌地在家养着呢 我的心情跟大家一样 可我知道 顾院长已经表态 要积极赔偿的 她一个女人家 非办这个幼儿园不容易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真的很不容易 云景就这么大个地方 抬头不见低头见 大家就看在她是个女人 是个单亲妈妈的份上 多担待一点 好不好 给她留条活路 好不好 好 不是两个人的问题自己解决吗 解决在哪儿啊 事照做 班照上 你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我都说了措权在我任答任方 我还怎么个态度啊 耍不赖是吧 楚诈一滚刀若油盐不济 我怎么罚你啊 那要怎么样你说句话 你说什么我都认行不行 我要你说 我都说了措权在我 措权在你你还有理了 我没说我有理啊 没理你嚷嚷什么呀 好 好 那我小声说 那我小声说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 你肚子怕开始烫了 是吧 那你要我怎么样你说 我要你说 说话 你现在连话都烂得跟我说了是吗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话维林 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我要你一个态度 你这副嘴脸对我 他让我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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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云 魏老师 论文我正在赶 明后天应该就能交了 不不不 我不是问你论文的事情 那个 你还好吧 特别想发一个巨大的吼 但是觉得 怎么发点都不对 那什么 我多说两句你别介意啊 就是 很多情况下啊 这所谓外遇 就是想寻找到一个宣泄的窗口 我站在男人角度上给你分析一下啊 这个这个男人哪 这个通常不愿意把工作中遇到的压力带回家 尤其是这样的心情不愿意和老婆讲 那怎么办呢 那去去去找一个 找一个外人树上一树 也不会导致什么后果嘛 还没后果呢 你看你 你看你 你又混淆我的逻辑 我说的是 他经常 回家跟你诉说压力 会导致你在心里产生负担 就就这样的好过 谢谢魏老师 但是 我知道你们男人不管做做什么 都会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不是 那好 那我我换一个角度跟你讲啊 就是说 比如说啊 在工作中遇到了压力 和同事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 人一回到家就把这些压力和你叨叨叨叨叨叨叨 你说 就这种行为 那是你爸还是你妈呀 我爸 那行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 什么 我知道你说的话 其实特别有道理 我说 我想 我跟他之间 彼此的付出 可能正是我们给予对方最大的报复 我一直在想 有时候 我会无意地说 谁家买车了 谁家买房了 谁又带着老婆去马尔大夫玩 可能这些东西 说者无心 听总有意吧 其实有时候 我能看到 我说这些的时候 他的眼神是闪躲的 所以 可能这是我给予他的报复 这些话他又不能对我说 其实说了 男人要面子 他会觉得 我会不高兴 他也会挺受伤害的 所以外遇 穷其所有也 顶多就是一个外遇 当然了 这个 事情不是要不处理 可是一定要 别用力够忙 你得自己考虑 为什么呢 因为说到最终 我也是一个外人 所以你得自己考虑 要么选择原谅 要么选择追打到底 反正一面是厚德在务 一面是快意恩仇 对于自己而言 这个都没错 好 来来来 走 好 谢谢 来 好 我跟你说呀 这就好比你处理你那个前女友的电话 你怕那神语不高兴呢 就把电话给删了 结果呢反倒成了把柄 电话删了呢 而这证据也就没了 本来这是要浇火的水反倒成了油 你们男人啊 就是太自大了 老爸自己的那点什么委屈啊 迷茫啊 忧虑啊 通通都压在心里 那实在是憋不住了呢 宁可跟那个陌生人击尾 也不愿意跟自己的老婆说 老觉得自己的老婆都是天底下最脆弱的啊 你苦恼她就忧虑啊 你辛苦呢她就崩溃 至于的嘛 爹 你这都说到哪跟哪了啊 我听说啊 我是在教你呢 你就这么跟沈宇说啊 是那个叫什么 小慧对不对 这音听多半也是个假名 就说你跟她在一起啊 你是找她 宣泄压力的工具 怎么样 可是在你这逻辑 男人出轨都是源自于家庭的压力 你不觉得这有点太畏锁了吗 我不是让你把这个责任 这一层一层地往外推吗 这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 你对人不公平 哎呀 你听我的啊 这女人啊 对具体的行为是可敬可重的啊 关键是那个主观思想啊 前来楼主老婆 就得把自己往悲壮上瘾 把别的女人啊 往残家上遭遇 你明白了吗 哎 哎 哎 他们铺的什么单口你不知道 你这哪句话说错了 这不添乱啊你这 合着电话都不能打了 啊 做父母的问问情况 那有什么对不对的呀 哎 你说你一个半老头子吧 你这比女人还继位 哎 小语 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问你怎么样 哎 我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没事了 夫妻之间嘛 本来就应该多一点体谅 少一点计较的 况且 美丽已经跟我道歉了 不要再没劫没完的 就是我的错了 哦 那 那你就是原谅她了呗 外遇嘛 本来就是宣洁的窗口 我要再德里不饶人的话 没准就真把她 推到别人那边去了 那是那是 那 那我们就放心了 挂了 哎 喂 韋玲 好 我跟你说啊 关于那个得到多助 失到寡助啊 我 有什么话你就只说行吗 我不就想了解一下情况吗 情况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往好了处 咱清澄一做事 老老实实做人 求得原谅 争取宽大 你看啊 以前是你妈跟人跑了 这情况一调个个儿来呀 我也没啥经验给你 不用你教 我们是与从小到大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 最后总是能解决的吧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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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去需要食堂吃吧 楼道里不让生火了 袁冰添 对不起 以后 有什么压力都跟我说 SM什么的都不过分 我不想别的女人 成为以患者心境的长高 分一分你 什么意思 是不是想和呀 我听老二人的意思啊 是翻人悔悟从心做人 那态度非常积极 那小宇那话什么意思 得点不让人 那不真把华为林往别人怀里吹吗 他主要不想眉睫为婉 俞那孩子还是懂事的 你儿子跟别人不伤不似的 我们家小宇还得忍气吞声是吧 话不能这么说嘛是吧 怎么说 你儿子搞破歇忘了 就是 小宇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我们小宇说了 要多体谅 少计较 这老公出轨了 他还要体谅 还不能计较 受了丈夫的气吧 他还得忍着 还得怕丈夫不高兴 你说这孩子得受多大的委屈啊 我们小宇要是得理不劳人了吧 你们家老二就得往别人怀里钻是吧 这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这不是断章取义吗 我说的是是是 我们家伟林怎么就不是好东西了 啊 有有有 你干嘛呀 黄奸平 你别来信啊 怎么了 你说你老婆偷野汉子 你儿子搞破鞋 你说你还跟我们这儿装知识分子 你说你们家这点事你哪边管好了 谁啊 谁啊 我可警告你啊 打人别打脸 我打了 嘿 这饭我还不吃呢 滚蛋 你 我呀 不跟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人记性 嗯 啊 不跟你们这本事 哼 好 小薇 那天在医院里 我不该宠你发火 见到孩子受罪 哪个当妈的不气急啊 需要帮忙吗 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 要没你的话 家长们不见得赔了钱就罢休呢 没事 陈震呢 在楼上做功课 小薇 这个铜牌能不能给我留着 做个纪念 许可证都被收回了 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还值得留念吗 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经历 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一早 我车 对不起 小薇 我想告诉你 这是我来中国的唯一 一三十年 不光这么说 你给了我一个新的人生 一个新的开始 我应该谢谢你 阿姨 不好的事情终归 会过去的 谁都不会就这样结束 会好起来的 我可以重新开始 我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结束 知道吗 那个扁灯 他就应该绿优优的 做得我看得不舒服 结果我舒服了 孩子们都中毒了 我这个人啊 就是一个破烂命 他满身都是太太的毛病 行了 事情都过去了 别再哭哭哭哭的 现在早早要走了 我也不怕说出来了 其实 我特害怕你跟他好 就因为他是外国人 他身上还有毛 骗执 不容人 钻死牛角尖洁癖 这什么毛病啊 其实说白了 这就是自虐 自己把自己搞得脆弱了 变得开心 你 那下面好了 女儿园没了 都是我害的 我特别想知道 你跟那个姑娘 你在这儿的时候 真的你急了 你跟我急 华伟林 你说你要跟我急吗 这事我还真得跟你摆着清楚 我哪句话说错了 哪句话让你不舒服了 你要跟我急 你跟别的女人上床 当老婆的一句话都不能说吗 干嘛 跟我说恨是吧 老婆的你打死我了 你又不是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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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死我了 你不要 你打死我 你冲留 你 你 是 这儿能打到出击车了 我们先回去了 我怕一会儿看你上车 我会舍不得 我就不让你走了 给我个预报 小心 小心 来 喝死 好 营业之兆也吊销了 钱也都赔光了 这日子怎么办呢以后 不知道 我真是作孽啊 不是你作孽 是我 谁让我鬼迷心窍地 要去斗神语 该在岗的时候善离职守 人家的老公我起什么劲啊 真不知道怎么想 这里是顾小薇家吗 我是顾小薇 这是您的快递 哪来的 老朱的 好 谢谢啊 谢谢 这是漂亮 快递收到了爸 别急别急 先听我说 要人的事情 你妈打电话告诉我了 我想我亲自过去的话 支票你这是不会收的 所以选择这个办法 小薇 你需要这笔钱 就别拒绝我好吗 快递离 还有张字条 我给你介绍一个 我一个做能源的关系 我想让汽车时代 开加油站 或许是个不错的营生 你考虑考虑 好了我先上班了 跟您再聊 不是 我没让他帮忙 我就告诉他一下情况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没让他帮忙 真的 小薇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嗨 嗨 我不敢给华先生打电话 所以满世界找你 还好你在云井有点明气 你先去找我 你想干什么 我那天骗了你们 我干过三陪 所以害怕 栽赃了华先生 没想到 没想到 我们会走到这个地步 我就是个二火 一根精灵上 就会歇死地狱的二火 真的 你们可以为对方付出感动 就不能原谅对方的过错吗 对不起 是我不冷静 公民火 北林你是我的初怜 这种爱情是要洁癖的 容不下一点蝴蝶 沈云 我告诉你实话吧 我跟那个小慧 没发生过任何事 那天我喝毒了 可能是她 把我送到酒店房间去 我真的是醒来之后 才发现她在边上 什么上过几回床之类的 那都是我胡说的 就那一次 还是趁华先生喝多了 我自己躺进去 我靠 有你这么额钱的吗 我没想额钱 我是真的喜欢她 我真想跟她 我当时就想 等她醒来 看见我在边上 至少能抱一抱 你少跟我来这套 当时怎么不说这些啊 你们当时叫孝日要报警 我能怎么办 我在派出所挂过号 真到了那儿 谁听我解释 谁信啊 我知道华先生是好人 我就拿了她一档 就赌她会不会牺牲我 其实我当时也没抱什么希望 我就是赌一把 她真是好人 真没揭穿我 我们是爱情 我每回上床 都是资源 小慧 警察来了我也这么说 我不是三倍 我是跟你处感情的 你是说 你怕我们真的报了警 她会有麻烦 嘴大捏着你你也忍 忍了也就洗不清了 对吗 他们背井离枪 也挺不容易的 真是个大好人 行了吧 我挺后悔的 家里那些事都隐私 我跟她说什么 你没错 男人嘛 都不愿意把压力带回家 所以很多心情不能跟老婆讲 只能对外人诉 是吧 对不起 所以你委屈了 郝卫林 本来我已经打算要原谅你了 没想到你这么萎缩 犯了错不见他也就罢了 还要把自己弄得这么悲壮 把别的女人说成蓝叉叉叉 顺理成章嘛 男人有外遇 都是因为家庭压力太大比的 外遇都是死气白裂的 非要缠着你 责任一层一层一层的外遍 最后错的都是别人 你太知怀了 不管你信不信 这些都是真的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有时候 会顾一点合唱的歌 唱着唱着 就把头靠在他肩上 还会扮着音乐跳跳舞 不是讨好客人 是真的喜欢 趁着醉了 还会在他的衬衣上留下一个唇蝇 幻想着他第二天换衣服 看见了会记起我 神经病死 我那件事之后吧 越想越害怕 我觉得华先生挺好的一个人 别负其关系因为我给破坏了 所以我觉得我得把这个情况说出来 是 华伟琳 真的没必要这样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交过你 这么忽悠让我觉得很灰色 甚至让我觉得 我连你这个人都看错了 我就知道这种事了 越解释越畏锁 我知道你压力是真的 为了这个家 你已经超出了你能力的极限 我也知道 你之所以有今天 都是因为我 有没有我的话 你早成艺术家了 都是我害的 什么人 你有压力 我没有吗 这些枷锁也是我的压力 每次想到这些 我都会惶惶不安 怕你委屈 怕你怨我 所以一吵架 我都会本能地告诉自己 根源在我 是我害的她 失掉前程糊落平阳的 别的女人 对老公的要求很正常 可我敢吗 我不敢 生活过得再紧巴 我也要故作轻松 我怕你觉得我计较 你不舒服 你不舒服 我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这些年 我承受到现在 难道我不委屈吗 好爱林 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真的会怀疑我 连人都看错了 我们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离婚了 大家都见得了 好吧 好吧 分开 可能会好一些 你够狠 怎么说话算话 我这心里还真是七上八下的 你们俩真能确定他们很好吗 电话不是你打的吗 你不是也说我们小宇不愿意没机没关系 老二在电话里的态度非常专严是吧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我家这没问题 这和我们主谈的总统就是对对方比你好 遏制矛盾自生发言 尤其是你们俩不明共同只能安慰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别说我们俩 一句话不对付你就跳脚 小宇 伟林 都来了 过来看看你们 你们俩怎么了 正好本来是想给你们打电话的 正好你们来了 我们俩办离婚去了 费用合计是四十九块钱 挺不值钱的 这都别说了 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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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费用不值钱